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户300指数呢 平均都有大约是0.5%左右的上涨 其中我们重点关注的中国A50从昨天到现在已经有300点左右的上涨 美国股市在昨天呢 涨跌各有不同 其中道琼斯轻微上涨到标普500呢 则原地不变 而纳斯达克则有1%左右的下跌 在其他方面上面 这个比特币价格轻微上涨100美金啊 目前是在11500左右 而黄金价格呢 则保持在1275附近 油价轻微下跌0.5美元 那今天我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就是现在说一下 作为美国的小弟澳洲啊 包括澳洲的股市和澳元 什么时候才能够发财呢 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对于美国股市在近期的表现是一片的惊叹 美国股市也在不断的上涨 从2万点冲到2万1 冲到2万2 目前呢 达到了24500点 那是不是这么大的涨幅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下跌呢 如果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这个美国的股市都已经达到了24500了 目前有人都已经说美国股市有可能甚至于会接近3万点 那么这么连续的上涨是否未来会有下跌呢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一直非常犹豫 我犹豫什么的都知道啊 我们经历过金融危机和这个中国的股灾 每一次啊 都是在上涨一片的欢呼声中开始的暴跌 所以现在美股呢 已经连续上涨超过了2万点20%以上 这个时候呢 我经常脑海里会想起呢 曾经的这个07年世界金融危机 以及呢 15年中国股灾暴跌之前和现在是合成的相似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也会想 我从2万点到2万1千点就在担心美股可能会回调 到现在都已经2万4500了 我也是在想 是不是我自己想多了 或者说呢 是我对它过于的担心 因为呢 从政策上来看 如果现在美国股市在2万点 那我依然会建议大家呢 是看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知道呢 虽然美元线的利率是0.75% 本月还可能会加一次息到1%左右 但是距离他们的标准利率 1.5%依然有不小的距离 换句话说 现在总体来说 美国的这个银行的信贷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时代 那么信贷一旦比较宽松 所以之而来就是企业的借贷成本很低 同时呢 个人的消费能够进一步的促进 因此 从这几方面来看 其实美国目前的经济 包括它的股市 还会从低利率时代中获益 要到什么时候呢 要到这个水龙头逐渐关紧了 当利率逐步已经回到了1.5%左右 这个时候 应该说呢 美国股市的上涨 应该差不多就会告一段落 或者说重大回调即将会来到 所以从现在的0.75%到未来的1.5%标准利率 还有三次加息之路可以走 我们预计最少呢 需要半年时间来完成 甚至于一年时间 所以从现在到未来完成到1.5%左右 其实从政策上来讲 美股还有可能上涨的空间 只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它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大家心里 从主观上来讲 都已经开始害怕了 所以我会看到它就会被转移开了 所以我会看到它就会有点灵散的空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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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